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是一件事 以人才为伴 应该是这样的 但现在的人是否能够做得到呢 越来越自我 自私 自己把我放到很大 加上在网络世界 因为好像不负责任的forum 大家互相去 怎么说呢 又不是跳引 互相影响 通常这些自我主义 自我膨胀 或者仇富 仇贫 仇职的人 你都像全红线这样 买几皮在身上 都被人吵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说现在你找招不得眼 你两个在做鸡 你两个去大九宝公园 两皮一枝 然后买个香蜜 或者贴牛郎 那就被人笑你了 其实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他觉得我赚了钱贴牛郎 就买到快乐 其实没什么所谓 你以前红线今天 今时今日 买一万几千买两尺乌龟 有几架车滑 他喜欢就可以了 现在不用 何时用 多人的 哈哈 得难修理 如果一个是这样 就不会有个得难修理 那么突出 好了 现在那些人是很自我 第一单新闻涉及巴士迷 我们不要因为是巴士迷 我们一定是 把他觉得一定是那样 即是反咬 即是反咬 即是色役制的那样 那话说 有一段片 就拍到个82号駕駛 巴士在大围尾田村开出 当中 两个巴士迷全程 就没坐下 很兴奋 在车里走来走去 即是前后拍摄 我当然明白他们 好了 去到大围街市 车长停车 就要求他们保持冷静 坐下 就双方发生口果 好了 好了 车长唯有打马回公司 几分钟后 巴士迷又要求下车 车长不理他们 因为打马回公司后 已经报警了 当大家有影片看到 大家去上网看 我就不在那里播了 那两个巴士迷 我听了一些声音 十二三岁的年轻 就是变声 还没变声时间 懂语 不懂语 譬如 他们不断 他们不断 限时下后拍摄 司机叫他停 坐下 其实我是觉得司机 是做得对的 因为的也是有个危险的 走来走去 即是巴士走去 不可以 你可能自己人一坐车 你可能自己跌倒 亦都可能会撞到别人 你又不是下车 好了 加上你在那里圈蛙 圈蛙 即是干扰到司机和其他 司机叫他们坐下 是没问题的 好了 但那两个年轻 似乎不强 又懂一点 继续在那里拍 包括拍司机 司机就叫他 你不要再拍了 他们说 香港没有招杖权的 这个是懂一点 不懂一点 香港是没有招杖权 但是 即使我不认为你拍摄他 是不是只要司机 司机也认为你只要他就可以了 其实在客观来说 所有人都觉得你只要拍摄司机 你要讲道理 你不是不犯法的事就做得 不就是 规则行车期间 不可以招杖司机 当然 甚至乎我说 我已经去到 你不是这个样子 就算你没有骚扰他 你认为 这个世界不是你不犯法的事 就做得就很对 因为你小 而且规矩不可以巴西 这样 当然 他所有东西都不对 公道自在人心 其实呢 除了巴士 的巴士司机之外 车上之外 其实车上的乘客 都很多人说 喂 小孩子不要这样 你干了很多司机 这是事实上不行的 根据报导说 其实大部分 一定是这样说的 这些是最保守的 大部分的巴士迷 都不会 都是比较斯文的 就是楼下念的 是有少部分 较为激进的巴士迷 拍摄事 或者会影响到他人 甚至指骂相关人事 我留意到 其实一般来说 真的很少 通常是连群结队 就胆壮了 那就会这样 最多都站出去 在巴士站 是的 好像上次 喂 站了巴士站 阻止人开车 司机 叫你走到那边 你又吵多人 他又吵多人 神经 你最重要 你什么都 过得人 过得自己 也不要影响到别人 别人要卖站 我说真的 你在巴士上 如果司机玩东西 乘客也没有什么人理 怎样 你怎么想 我踩一踩车 你就糟糕了 没必要 第二单 有个大妈 似乎是新移民来 我不播片 就没事的 站在司机旁边 说电话 很大声 其实 我根据那条片 除了司机之外 其他乘客 都有人来哭 哇 小小一点 司机叫他 拜托你小小一点 因为司机搶车 听了你 真的影响 好了 他继续说 再提到第二次 太太 拜托你小小一点 听到了 这样 他觉得 但他没有小小 听到了 好了 司机就说 好 既然是这样 再下车说 你再不吵 我就停车 其实是很正常的做法 他就立刻 吵吵了 这个 我觉得都合理 因为他怕停车 影响到他自己 他不是怕影响到人 但是根据现场报导说 当他下车之后 他仍然 很大声说电话 下车 因为车开了很远 其他网民和巴士上的人 都有批评他 为什么这么大声说电话 我们尽量 可以说 公共交通工具上 可以说 根本不会说电话 真是不得已地 小小小 我转发给你 转发车 你如果知道不是急事 你以为我很想知道 你儿妈姑娘 你两母系 你舅舅 你吵吵吵了你表妹 我不想知道 或者 你昨天吵吵吵 姜濤现在大吵吵吵 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吵 我不想听 所以 你见到这些 这个香金大骂 其实现在的人 一个香金大骂 一个小孩 很自我 普遍香港就是这样 社会 我不知道在鼓动 什么 香港曾经那么好 那么舒服 就是因为 我们一方面接受 西方那种 我的价值之外 我们也要保留 其实无论是中西方都有的 就是不要骚扰人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但是既然你有 你都尊重于人的空间 所以在公众空间的时候 我们特别有些manner 要注意的 比如 以前我们不在意 现在我们在意 除了法例以外 我最好都不要拿这些强烈味道的东西 食上车吃 我不管法例 我先不讲法例 譬如 你吃一粒糖 随时糖的 其实我觉得 它是无口非的 虽然说不准饮食 你不想是 我不要说榴莲 那么极端 你不想到整个车仔面 拿上去 沙爹 然后整个车都闻到味 那是否有些尖呢 那现在就少一些 这些东西 这个就算不是说 发不发例的 那我们都懂得 学懂这些 互相尊重大家的空间 但是现在 反映完 那些人很凶的 那些人 你说社会 要和人 进步令退步呢 另外这一单 这一单就无关事 这一单有小红书的女孩 就发文 就说 星期日那单 刊见的意外 即是608号巴士 那个摩昂 上面电视的摩昂 被乘客撞爆了 她是刚一目睹 所以铺了上小红书 但我不是想说 小不小红书 我又想说 这一单 我当日看新闻的时候 我一看 我一看 不太难 捂到它撞得很难 因为我说玻璃 我当然是在上层 我当然觉得 捂到它撞得很难 我又当成玻璃 很难 但是很难 你拿个 取得他欲 你欲 欲正的位置 不就是真的飞出去 又欲几个角 又欲中间 原来不是 是撞得到电视的屏幕 但电视屏幕是高 它也可以高 其实是否这么容易撞得很难 那一刻很硬 那些力量 刚好 话说小红书的女孩 当她乘坐608 坐在上层左侧的第一个位 即左边 后来另一个乘客 就想走上来 坐在右边的第一个位 谁知道巴士刹车 所以坐车一定要慢慢坐 于是大家知道 通常 我不知道 巴士上层有两个电视 一个就是那位 最前面 还有 那条旋转楼梯 那条处 都有一步 就被坐在后的人看到 谁知道 一突然坐车 那条巴士行上去 就是右手边 前头位 结果你们有没有 好像 雲佩斯顶西班牙 2014年世界一杯 私人 第一个电视 整个电视爆了 到你那些玻璃水 都飞了出来 他说客人死了 这个意外 其实说真的 第一 行车途中 不要走 所以两个小朋友 你们巴士迷 第二 肯握扶手 第三 这个司机 他永远有他的道理 因为那个客人可能突然有人走出来 有一只狗走出来 有一只猫走出来 那你没得怨的 没得跟司机玩东西 但是你说多危险 这次撞爆电视机的女乘客 似乎 就不是很严重受伤 就是客人生死 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不觉 那些玻璃戒入头 那些真的很危险 所以 真的都是要 其实老实说 现在电视装力靶子 又不开声 是否不开声 开力靶子 可以开声被人吵 那又不开声 那你 那当然他觉得 Roll Show 我不知道是否有 他有收入 他当然不会放弃 其实 我给你们一条招 现在有个空间 你又想卖广告 其实 你们可以 即是 我没有 我坐巴士 我没有看这些 我不知播什么 你们应该 可以播剧 短的 中间插广告 好了 那辆车里面 出蓝牙 如果你们想听 因为差不多 每个人有异统 没有办法 每个人有异统 就自己拿去巴士 蓝牙道 就可以听 那就不会吵到人 可以卖广告 可以卖广告 国安法 国安法 卖商业广告 李家超 不 你卖广告 真是现实一点 除非有立法规定 播你老母 说是你习近平 或者李家超 含家铲 叫我走开 喂 我坐车 还要找这些东西 你没有东西 其实没有 你去拉神 你买一些 比如买一些韩剧 有些人 还有买一些大韩剧 为什麽呢 那些人以前可能看过 你继续播放的时候 有些没看过 也会看 看过的 因为虽然知道 好想看 然后呢 大约十分钟左右 你就出个广告 因为你有人看 你不会吵你 立刻不敢听 那样的 效果会大很多 尝试的 不要说我 不敢想你们 好了 補充一下 昨天呢 我们说了 鱼毛 毛姐 鱼毛年 死后 将财产捐出 因为我没有看东张西网 原来东张西网 看回报道 有些细节 所以说多一点点 原来 二十六号 那一日 就是说 二十六号 即是星期一 我老婆生日 就说 米雪 一早就去到鱼毛年 应该在旺角的家里 跟她梳头 OK 毛姐就很开心 说 大明星帮我 做头发 厉害 米雪 就说 因为 毛姐的行动不方便 所以 偶尔会去她家帮手 剪头发 余毛年 就大赞米雪 心鲜 说她原来 常常在老人院 帮婆婆 剪头发 为什么我要补充呢 因为我昨天没有说过这段 好人好笑 尽量说一下 有余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 或者去到我这个年纪才明白 其实帮佛导人 真的很快 大浪的一件事 好了 余毛年 做完头发 为什么这么悉心 做头发 原来当日 就是 米雪和安德尊 就会陪她一起 将遺产捐给慈善机构 她说希望 心不带离 死不带走 希望死后 她那些 不是很多的 主促 可以化作爱心帮助 有需要的人 因为在大病过后 余毛年 对身死已经看得很透 因然接受身体变差 和死亡 所以特别 找两个好朋友来见证 所以她说 要求米雪和大黄 两个 帮她找律师 写定平安子 是的 现在未必懂这些 叫米雪和大黄云 因为她没有亲人 她说首先是将这间屋 这间屋 就死了一只捐 不是现在 因为不知何时死 她说不怕 她这间屋 就捐给东华三院 银行的钱 我自己就很省的 她说当年拍完电视 做完欢乐今宵 她都不舍得搭的士回家 都是走出广播道 搭巴士 她是存钱的 到时 看看哪个慈善机构需要 就捐给她们 似乎她已经捐了一笔 给工业商务 公权会 公权会 原来这个人救病 2005年 余务年 将他二十多万的长期服务 今内的百万元 拿去内地兴建希望小贺 有些网友救病 又要捐回大陆 第一 捐回大陆没有问题 你说这帮人 捐回大陆 捐回大陆 狼狗拗春代 那就是狼狗的问题 不是养他的人的问题 第二 在2005年的时间 当然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心没有变得 老实说 那些2005年 你说你有够钱的 你帮到香港人 固然好 但是当时香港的富裕程度 虽然我们有很多基层 即使2005年 我们需要 袁慕莲小姐 这八万元 相对地 内地有一些 如果他不是贪汪汪汪 吃了水 的一些乡村 那些需求就大很多了 因为 孟姐说他一直都是 本着一个 但不走的心态 希望自己找到的钱 可以多些人受惠 他说 只是希望 走的时候可以舒服些 最希望就是自己可以 睡睡觉走 不需要风光大壮 骨灰 杀开他就可以了 他好朋友的大王 安德尊也说 四年前 孟姐入医院 身体情况很差 一度 其实我上去看报导 都觉得他不行了 要他活不下去 安德尊就说 他就算将来离世 如果这个世界 真的有轮回 我想的意思 是会回来的 他都会望到 我都不知道他表达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表达什么 美雪和安德尊 带他去立遗祝的时候 袁慕联心急 记者写的 走得很快 美雪就叫他 喂 母姐慢慢走 安德尊就说 你赶上去哪 袁慕联心情很好 就说去阿寮 美雪和安德尊就 啪大笑 这样 心态OK 至少现在 人心态OK 就可以了 母姐最后 说 为什么要在生前 安排好遗产呢 他说 喂 一早捐定了 好过被人欺骗 他说我都八十多了 都不知何时去的 去了时 房子怎么办 现在未死 便安排定了 死了谁给我安排 对呀 麻烦人嘛 好过被人欺骗 你们东张西望 都经常说有人欺骗人 这么说 这真是豁达 因为 袁慕联小姐 没有女士 没有结婚 应该没有孩子 没有子侄 难得有两个朋友 当然在生前 安排定杀 都好 那些善人 我觉得 一定可以 成他的愿望 健健康康 去到九日子的时候 谁无中离去 当然是最好的 休息一会